嗨我是RUN 今天來講一下多巴胺斷詞 這是幹什麼呢 它主要用在前面我們錄過影片叫做 如果你什麼事都不想做怎麼辦 或者是一直耍廢的話還有救嗎 一樣它主要是用在這種就是 你覺得你的人生目前的節奏不太對 然後常常重要的是不想去做 然後一直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然後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動力又懶散 很有可能只是你的這個一些荷爾蒙啊大腦啊 這個偏掉了 那用多巴胺斷詞這個方法呢它是救的回來的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正確的翻譯 我不是很知道這我自己翻的 英文原名叫做Dopamine Fasting Fat Fasting Fat怎麼發 這個有很多網友上有時候糾正我的這個 A add in 如果你知道怎麼發的話 下面教我一下 不過你聽得懂吧 應該就是 現在很紅叫做間斜線斷食 那個Intermittent Fasting的那個字 Fasting 好 那 直接來講它怎麼做好了 那因為我們在上一個影片講那個 什麼事都不想做怎麼辦 一直耍廢怎麼辦的時候 其實已經把這個概念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呢 你可以點一下資訊卡或是下面我們會有這個影片 所以今天我要用一個更白畫的一個比喻的方式 來講 所以說它可能在學理上面不是百分之百正確 但是呢它在理解上面跟我們最後要來執行上面 它是完全可行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就想像我們的大腦 我畫了一個人頭 有沒有 我們大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機器 這個機器啊它呢只想要呢 拿分數 它是個二元的 二元的 有正分跟負分 正分呢就是這種多巴胺的刺激 負分呢就是痛苦 那你的大腦基本上呢就是會一直想要去得到這個正分 快樂多巴胺這個東西 然後呢遇到痛苦的時候就躲掉 就躲掉就躲掉 好 那什麼東西會刺激這個多巴胺的分泌呢 在原子習慣這本書裡面它有列過各種不同的階段 那個我這邊就先不講 我要講直接應用的部分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原子習慣這本書 Atomic Habits這本書 我們主要可以理解就是像 做一些快樂的事情 這個吃好吃的食物啦 談戀愛啦 這個看到一些好的電影啦 好書啦這種 或者說呢你工作上有成就 或者是你學業上面有進步什麼 這種好的事情 那當然呢一些 玩樂的事情像打電動啦 滑手機啦這種也都會 那就很好玩你看喔 就是不管是對你的人生有益的事情 還是這種短線上的娛樂刺激 它都會給我們帶來這個多巴胺的刺激 分泌 所以我們人呢就會主要一直去拿這個正分 然後呢避開痛苦的事情 這個做起事情來節奏 步驟很多的 舉例來說 運動還沒養成習慣前 還沒養成習慣前 它可能就是一個你會痛苦的事情 或是念書 或是做枯燥乏味的工作這種東西 它在前面的時候是痛苦的對不對 痛苦的東西我們就會避開 即使它後面是有拿分的 好那這個大腦又很簡單 你去想像一下 拿分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簡單就拿到的 像我滑手機 Facebook會上癮嘛 滑滑滑 為什麼因為它一直有變化 跟玩那個 那個 拉霸一樣 一直會有變化 你是隨機的 所以一直滑一直滑一滑 就跟吸毒一樣 哇很開心很開心 又有新的東西 這都是刺激這個 這個多巴胺的分泌 你就感到愉悅嘛 對不對 簡單拿到的 那有些是困難拿到 就我剛剛講的 工作啦 創業啦 做 繁複的工作 錄影片 可能 你還沒習慣前也是 運動啊 這類的 那它的路徑又比較長 它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可是最後它也是拿一分 它都拿一分 那都拿一分的狀況下呢 大腦呢 它就會自動去選擇 拿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它痛苦的 它不要嘛 它就避開嘛 可以拿分我就從這邊拿好了 那大腦很好玩呢 就是 你一整天裡面啊 你可以去 你要去拿的這個目標啊 它有個固定的量 我就比喻來說 只要拿一百分好了 那大腦是這樣子 就是 你如果拿完一百分了 那就不拿了 就說我今天拿夠了 沒事了 我不幹了 這樣這個 注意我們這邊都一個比喻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所以呢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今天一起來了 你很有意志力 你還這個感覺到很清醒的時候 我就花手機 我就看電視 我就吃零食 我就做一些娛樂的事情 打個練動幹嘛的 那我是不是就一直拿分 得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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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腦一直覺得很爽很爽 多巴胺刺激刺激刺激對不對 好 那這樣拿拿拿拿 你拿滿了之後呢 你說我現在拿滿了 我要來 來工作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的時候 大腦就說 欸我不用了 因為我這樣已經夠爽了 爽夠了 可以休息了對不對 休息了 那你就會出現這種 好像就是拖延啦 不想做事啦 懶散啦 這種感覺 純粹就是因為 你這個拿分機制 它很簡單的嘛 我不拿我拿夠了嘛 我吃飽了我不用再吃 的意思 OK 這個地方它的運作機制 大概我們可以理解成這個模樣 好 那如果這個機制 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就很可怕 為什麼 因為 雖然都拿到分數 可是大腦沒有去分辨 就是 哪一個分數的質質質量怎麼樣 這個我就說 假滿足 就是說 你現在拿到分數對不對 但是 這不是我們真的要的分數啊 就是說它不是 人生意義上真正帶來 更長久的快樂幸福 富足那種滿足 它是短線上的一個刺激 所以我們說像 像毒品一樣對不對 像一些 短暫刺激的娛樂一樣 它 興奮之後 很快就又消退 就會有那個空 空虛的感覺 那 你有空虛感之後 你隔天你是大腦要來拿分嗎 說我要趕快再來快樂 快樂一點快樂一點 那 你就有空虛感 你沒力 你就去趕快又去拿那個 很簡單拿的啊 我就再滑一下吧 再看個YouTube吧 再做一些這個簡單的事情 電視一台轉一台YouTube一集接一集 刺激刺激 是一定要有時候 到一個時刻你就 啊我都不想看了為什麼 因為拿滿了對不對 所以你陷入一個假滿足的回圈 那它就會跑不出來 就是一個負向的飛輪效應 就是我們 在之前那個影片講的 所以你會發現 概念是一樣的 只是今天我用另外一個叫做 投票機制拿分這個邏輯來講 OK好 那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用 多班斷石這個邏輯來 什麼叫斷石 現在見線性斷石很紅嗎 簡單說就是 你在某個時間內不去吃它嘛 不去吃東西的話 是不是這個就不讓胰島素的 血糖上升讓胰島素分泌 這個東西不去做對不對 所以多班斷石這邊也是賀爾蒙的操弄 其實它是操弄 這個愉快這個地方的 邏輯上就是呢 你要找一天 一天裡面呢 你給自己個規定 你找一天你真的都沒事那天 你不要去做所有會去刺激它的東西 也就是這一天呢 你不能看電視 你不能打電腦 你不能滑手機 你不能做劇烈的運動 因為劇烈運動其實也會喔 也會讓你開心 然後呢 嚴格一點來說 你不能看書 你不能一直攝取資訊 有時候我們聽書啦 看書啦 那個也是一種喔 也是一種 這邊 你看喔 聽書簡單拿分嘛 可是你沒做事啊 可是你一直拿這邊的分 其實沒有用 所以聽書看書啦 還有什麼 吃東西也不行 因為吃東西也是啊 你沒事想吃嘛 吃了就開心嘛對不對 也不行 就是剛好一天順便做 間歇性斷食 一天 一天做 24小時的斷食 你只喝水 所以你看喔 你在運動 在資訊 媒體 感官的刺激 在飲食 這上面呢 全部你都把它降到最低 你可以做很輕微的運動 或是散步吧這樣 你可以做冥想 你可以做這些東西 但是呢 你最重要的任務應該是 你可以書寫 你可以寫字 你可以拿指出來 然後呢 把你的想法都倒出來 開始去回顧啊 我最近在想些什麼呢 我最 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呢 我希望我三年後五年後 的人生長什麼樣子呢 那我現在有可能到嗎 為什麼 或者說如果不行的話 我該怎麼做 你把你說的問題 不斷問自己 然後呢 也不斷把思維往前放 去想一下你的計畫 你的未來事情 那如果你有什麼痛苦 你有什麼覺得 不順利的地方 什麼問題 思考 趁這個時候思考 讓自己 跟自己的想法 有時間獨處 有一個時空 可以獨處 所以呢 你就去餓它 餓它的話呢 就是把所有事情都斷掉 這個時候你就在做多半斷食 好 那這個東西做完之後啊 隔一天呢 你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因為你去想像一件事嘛 如果你餓了很久 你做過斷食就知道 本來啊 本來你是覺得說 生菜沙拉很難吃 健康的食物 沒意思 可是如果你餓了24小時 48小時的時候 你那時候你放進嘴巴的東西 就是好吃 就是爽 就是覺得太滿足了 對不對 所以這意思是一樣的 你餓了很久之後 你不去 不去 讓這個多半斤刺激起來 他一直要嘛 我要得分 哇得不到分 對不對 這時候很好玩 這時候你隔天的時候 你去做的時候 你去做困難這條路徑的時候 做一點點 就會很有成就感 就會覺得哇得到分了 覺得哇很棒 這個更好是什麼 就是你不用到後面 你才會得到快樂 你在工作的過程 你在往目標前進的過程中 你就不斷的去得到這個快樂 這是更好的一個現象對吧 但是前面會先發生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餓很久了 所以你 你會願意去 好我就做這個事情拿分 你就會肯拿了 你不會再陷入那個 拿分拿滿了 然後不用拿的虛脫那個路徑 OK 所以以上這個地方呢 就是多半斷刺的東西 那我們進階推廣一下 意思是說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常常做的是很瞎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重要的事情不做 但是 還有一個更常見的現象可能是 你也沒有在耍廢 也沒有在拖延 你一直都很忙 但是 對於 成績的進步 對於你目標 越來越進階的事情呢 並沒有發生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瞎忙 因為在瞎忙 我要怎麼指才知道 瞎忙 瞎忙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沒有把時間精神體力 花在最重要任務上面 那有一本書叫做少 但是更好 它就畫了這個圖嘛 就有點像是這個 我覺得它是在講這個地球 逃逸速度吧 你如果有個能量 你要逃出去 發射出去很遠 你把它分散開來 大家都走不遠 可是如果你呢 可以 可以集中在一個項目上面 哇 那就可以發展得很好 可以發射出去對不對 好 那瞎忙的邏輯也是一樣啊 它跟多巴探這個機器 那道理 我覺得是一樣的嘛 因為 你在忙 然後呢 就是 感覺是我在做事 感覺是我在前進 對不對 就像我說聽書嘛 聽音頻 聽課 聽演講嘛 聽聽聽聽聽 感覺說我好像有在 很充實我的人生 但是事實上什麼 事實上沒有嘛 不是說那不好 真的比例的問題嗎 事實上是 你這樣一直拿分 一直拿分 但是難的事有沒有做 沒有 難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真的動手去做啊 那種去挑戰啊 畫出舒適圈啊 對不對 這件事情沒有 所以 長期以來你就會把時間 精神花在 不會 離目標更接近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你也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也要做個多半段時 就是 重點是你 不做什麼 重點是你 不做什麼 你可能把你所有任務列起來 那你可能仔細去看 就是說 到底我的目標是什麼 那我現在到底 哪一件事情是 我只要把它做好 我就會離目標越來越接近 那其他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你的不做清單嘛 因為你做了就會 就會把那個 時間精神排掉 而且你多半 一直滿足 你就沒有興趣去做那個 難的事情嘛 所以它的概念其實是 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最近那個新的系列 現在目前到第 第三集還是第四集 好像第四集吧 就如何賺更多錢 我們在第一集第二集的時候 其實它講系統 我講啦 我講系統的概念的時候 它其實也要思考一樣的問題 因為 資源它全部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怎麼樣去排 怎麼樣做配置 可以發生到最好 你要當你自己公司 自己這個公司的老闆嘛 自己這個公司的 財務長嘛 自己公司的CEO嘛 對不對 你就要去理解整個系統的運作 OK 所以今天的飛躍到兩本書 是一個叫做原子習慣 其實我們頻道一直在推 四年前就在講 James Clear 沒有四年前 三年前 然後還有少 少但是更好 這個書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多半段式 最後呢 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 來推廣一件事情 在以前看書的時候 常常不管看 什麼成功學的 致富的 有錢跟你講的不一樣 這類的書 它都會提到說 你要把你收入的一定的比例 或許5% 10% 固定作為捐贈 對吧 那其實以前我就 就持續有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最近呢 對於這件事情 越來越有感覺 或許是因為吸收更多 不一樣的資訊和能量吧 所以呢 我現在在推廣一個 就是跟我一起做 善事的這個活動 你可以到 三個W.runwu.com.tw 斜線 NTC 這個網址 你可以看到 詳細的情形 然後啊 如果你對這類型的有沒有 就是 個人成長嘛 這類型的資訊 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我有個影片包 這是沒有上傳在YouTube上的 我就有講到 我怎麼樣做筆記啦 怎麼規劃一天啦 我的心智模型啊 什麼 這是我給 我的學生 培訓 我的團隊成員培訓 使用的 那這一次呢 我為了推廣這個慈善計畫 所以 一起參與的朋友呢 我也會送你這個影片包 那詳細的資訊呢 你可以到 這個網址 斜線NTC 這個裡面去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